一顆子彈射了我的大腿骨, 壓住我的大動脈, 碰住三叉神經線。 現在左邊腦開始缺氧麻痺, 又半身開始癱瘓。 一定要把傷口拿出一顆子彈才行。 讓我來。 這把刀是當年的鑄劍天王肝脹莫邪的御用菜刀。 用天生寒鐵所鑄成。 剩重七七四十九, 更有十六兩, 還是四盎司。 普通人不是那麼容易拿起。 這很厲害的功夫, 因為要避開所有的神經線和血管。 幫我抹開傷口。 撐住。 撐住。 看到幾顆子彈嗎? 黑色的那塊? 不是, 黑色的那塊是抹開的, 沒什麼彩的, 想一點點。 白色的? 白色的那塊就是骨。 銀色的那塊就是子彈。 我看到了, 放得很入。 幫我撐出來。 撐? 撐。 撐。 就這樣撐? 怎麼撐? 你不用罵罪嗎? 撐。 要。 按照片打他吧。 你不是進去打吧? 沒有, 這招叫轉移視線分心大法。 這招分明叫老漢推車, 你別當我不懂事。 我在說我這個方法, 是古代神醫華堂所用的麻醉大法。 古時有關雲牆, 全神貫注竹象棋刮骨尿毒。 今天有我007醉精灰神, 體鹹帶作骨裸彈頭。 開始吧。 自己先看看。 骨頭和子彈太近了, 旁邊還有神經線, 很痛啊, 你忍一下。 嚇人了。 怎麼停下手? 我特地把全身血拆在一起集中在一輪, 以免他失劣過多。 別管他無謂的事, 繼續吧。 他遮住我的視線, 你撥開它吧。 來吧, 用力點, 用力點。 怎麼了?太用力了嗎? 我不是跟你說, 我只是跟黑人說而已。 對不起… 這麼多血? 我沒有, 你撥斷了血管而已。 那怎麼辦? 你繼續打鹹帶吧。 你撥得住嗎? 跟我聊聊天。 問問我, 總之別讓我睡覺。 睡著了我已經不會再醒了 你叫什麼名字? 我叫零零七,可以問一些深一點的 深一點?